哦 不明物体连续两次爆炸 屋内火势猛烈的燃烧 民宅火焰不断窜出 超可怕 其实刚在顶楼的时候 有看到烟蛮大的 就跑出来看 很臭的味道啊 简销连忙部水线抢救 铁皮屋二楼起火 周遭民众全都跑出来关系 事发在苗里闻山里 晚上九点惊传火警 疑似是电线短路酿载 所信当时居住的工人都外出 没有人员受困 但为何会起火 还要再追查 而在台中风源 也有惊险火势 来 三面起火 三面起火 请派资源 请派资源 重极撑航不明原因 窜出火苗快速蔓延 橘色火光照亮暗夜 天空夜只看到超无奈 还一直没有面对啊 消防破门扑灭火势 只见里面数十辆重极 全都遭大火吞噬 烧到焦黑 只剩骨架粗估 损失破千万元 里面燃烧数十部的 红黄台的重极 他已经下班了 保全的系统通知 他发生火警 他才知道 据了解 店内摆放二十多台 B&W日系重极 全都无疑幸免 明明店内没有人 为何会诡异起火 锦销推测 是装潢老旧电迁造成的 不过实际原因 还要等火掉件事 才能确定 记者中正贤 卢俊杰 城管 瑞宏云菲 描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